孟宏伟落马事态紧急公安部连夜宣布查处同党 针对国际刑警组织主席 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受查仪式 外界发现孟的落马时间 诡异北京当局 7日深夜宣布孟落马紧接着 公安部长赵克至4日凌晨 紧急召开会议宣布成立工作专班查处孟的同党 另据报道 公安部还有一名副部级高官 同期被查广告 10月8日凌晨 身兼国务委员的公安部党委书记 部长赵克至主持公安部党委会议 通报了孟宏伟收受贿赂 涉嫌违法接受国家监委监察调查的情况 会议说中共公安部党委一致 对孟宏伟涉嫌违法 受查表示坚决拥护和支持会议 同时要求公安部官员 要认识到孟宏伟案件的严重危害 彻底肃清周永康留毒 要过好家庭官 亲情官等 会议还透露公安部部已成立工作专班查处 与孟宏伟共同收受贿赂官员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 于昔日深夜发布通告 趁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涉嫌违法 目前正接受国家监委监察调查 据陆媒报道 孟宏伟是中共国家监委 自今年3月组建后 首位仅接受国家监委监察调查的官员 分析认为孟宏伟深夜落马时间点上 比较诡异 而赵克志凌晨主持公安部党委会议 说明孟宏伟事件非同一班 加之公安部宣布成立 专班查处孟的同党说明孟之后公安部还 会有更多高官落马 据海外中文媒体明镜火拍 透露10月3日晚孟宏伟和另一名 在公安部的副部级高官 被中纪委和国家监委宣布调查 不过中共并没有正式公布 另一名被调查的副部级高官的消息 该官员的名字目前仍在核查中 在官方公布孟宏伟下台消息的 一星期前 赵克志曾于9月30日 召开公安部党委会议特别强调 从严治党对发现的问题严肃查处 对屡屡发生问题的单位严肃问责 据法国警方透露 孟宏伟于9月29日 之身从国际刑警组织的里昂总部返回中国后失踪 孟七于法国时间10月4日傍晚 向警方报案5日港媒爆料孟宏伟抵达中国后 立即被中纪委带走其因涉及经济问题及其他贪腐问题 被抓旦有分析认为 中共因孟贪腐而大动干戈 对其扣押 惊动全世界逻辑上 不成立港媒分析孟宏伟可能涉嫌中共政治 既会涉嫌北戴河政变案 因为案件重大而紧急 中共才不顾国际影响 而紧急对孟宏伟问话拒息 关于外界盛传北戴河政变的其中一个版本 是2015年的北戴河会议前夕江泽民和江派二号人物 曾庆红联合周永康的前秘书 时任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等人 炮制了一份河北政情通报 试图在北戴河会议期间 发难逼习近平下台 但在北戴河会议前夕周本顺突 然被中纪委带走调查 今年64岁的孟宏伟 也是周永康的亲信 曾在中共安全机关 担任过多项职务 在周永康落马并判以无期徒刑后 孟宏能全身而退 甚至于2016年当选国际刑警组织 主席中共十九大赵克志 担任中共公安部部长后 多次要求继续清洗周永康的余毒 2017年底孟宏伟 被免除中共海洋局副局长 海警局局长职务今年4月 又被免去公安部党委委员一职 如今孟作为周的余毒 被拿下似乎也不令人意外 随着孟宏传的落马 公安系统势必引起一场大地震 或又会出现一系列的大清洗 相信接下来周永康的余毒 将再一次被清剿 或有更高级的官员被清查 使用了一遍 闪毒 最后是被震撼得的 最后再一次刷传的